医院里诞下了一名奇怪的婴儿 他浑身长满尖刺 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刺猬 医生发现 他的母亲在生产的前一天 左手的小拇指总是会不受控制的抖动 渐渐的 类似的孕妇越来越多 他们生下的婴儿也都同样奇怪 有的长着猫脸 小尾巴不断甩动 有的长着阴沟鼻子 小翅膀不停地扑了 一夜之间 产房里诞生的静犬是这种半寿人 而且这种基因还是随机的 你根本无法断定 即将出生的小孩 是猪宝宝还是狗宝宝 经过调查 半寿人的身上都携带着某种病毒 有可能威胁到人类 于是政府决定捕杀所有的半寿人 为了躲避灾祸 一位父亲带着半寿人宝宝 踏上了逃亡之路 这是一个长着鹿角的小男孩 不久之后 父子两人停在一处破旧的木屋前 从此这里变成了他们的新家 好在父亲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用破轮胎成功改造成小水车 他化地为牢 用铁丝网隔绝外界 只为给小鹿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到了晚上 父亲亲手给孩子撰写童话书 苦是苦了点 但当他听到孩子说出的第一句话时 父亲感到很惊讶 他开心地就向着孩子 为了这句话 鹿爸愿意付出所有 时间转眼过去了九年 男孩的鹿角也变大了许多 在小鹿生日这天 鹿爸用苹果当蛋糕为他庆盛 还送给他一本书当做生日礼物 同时鹿爸也会反复给小鹿强调 外边世界的危险性 父亲对小鹿的回答很满意 总之他要尽量保护孩子远离人类 尽管每天都过得充实又幸福 但小鹿总觉得生活里缺了点什么 直到有一天 他看到童话书中主角有母亲 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妈妈 但小鹿很聪明 他知道自己应该与父母长相相似 于是把森林里的母鹿认作他的妈妈 鹿爸得知小鹿指鹿为妈的事 有些哭笑不多 他认真纠正了儿子 但当小鹿反问母亲在哪里时 鹿爸却避而不谈 只说长大后会告诉他 小鹿不理解 私下还是会去找鹿妈聊天 但在这天 小鹿发现鹿妈的脚印通往铁丝网外 他来到父亲建造的安全区边缘 原本完好的铁丝网被撕裂了一个大孔子 小鹿看着外面的世界 忍不住好奇地伸出一只脚 铁丝网外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 一点都不像爸爸说的那样可怕 突然远处传来野兽的咆哮声 小鹿吓得扭头就跑 却迎面撞在了父亲身上 父亲一脸惊恐地抱起小鹿 发了疯一样地往森林里跑 这是父亲第一次冲小鹿发脾气 他告诫儿子不要踏出安全区域 一旦被人类发现就会被杀死 小鹿对此很不理解 他觉得爸爸有事情在瞒着自己 外面的世界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 气冲冲地跑回家 躺在床上声闷气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人类的声音 小鹿紧张地爬下床 鹿爸慌乱间拿起扫把当武器 陌生男人以为鹿爸手里是赶猎枪 于是礼貌地解释道 来山里是为了寻找走多的妹妹 这时 小鹿也好奇地赶了过来 鹿爸连忙冲他使眼色让他藏好 男人反复套话 在试探出鹿爸一个人生活后 他的神色变得诡异起来 一旁的小鹿不小心弄出动静 鹿爸紧张地看了眼小鹿 转头却发现男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两人慌忙冲过去查看 这时才发现男人在铁丝网上 已经做好了标记 谨慎的鹿爸连忙赶回家中 拿出病毒装在扫把上 并且打开了家里的密道 告诉小鹿 在爸爸回家之前 必须在里边躲着 不能出声 说完之后父子两勾勾手 将小鹿藏好后 鹿爸要出去亲手除掉这些威胁 小鹿耐心地等待着 不久 房间里传来响动 听声音不像是父亲的脚步声 小鹿拿出弹弓突然现身 本想和来者决斗 不料对方却是一头真鹿 小鹿第一次触碰到了妈妈 可惜这温存转瞬即逝 突然屋外传来父亲的叫声 小鹿小心翼翼地走出屋外 外面突然静得可怕 他闭上眼睛举起弹弓 撞起胆子往前走 从双眼的缝隙中 他看到是父亲回来了 小鹿激动地冲过去一把抱住父亲 父亲一边对小鹿说 现在安全了 一边却倒了下去 小鹿只好独自将父亲拖回床上 等待疲劳的父亲睡醒 小鹿不知道的是 父亲不断颤抖的小拇指意味着什么 父亲再次和儿子约定 听到小鹿再三保证 鹿爸终于放下心来 他欣慰地说 他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父亲 因为他有个最特别的儿子 能与小鹿相处九年 鹿爸也是心满意足 他说想吃小鹿做的早饭 小鹿兴冲冲地去鸭棚捡上几个最大的鸭蛋 想要给父亲做一顿好吃的蛋炒饭 可等他回到家 父亲却再也没有了动静 小鹿蜷缩在椅子上 他明白了 呼他周全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 此后一年里 小鹿成了小木屋的主人 他开始独自生活 不仅学会了劈柴 还学会了修理水管 学会怎样照顾好自己 小鹿也学着让自己不孤单 冬天雨堆出来的雪人玩耍 春天与稻草人伙伴嬉戏 尽管小鹿在尽量地充实自己 但每当回到屋里 他看到做出来的稻草人父亲 还是会触景生情 可说到底 小鹿毕竟还是个十岁的孩子 他偶尔也会对自己发脾气 这天 小鹿被枯树枝半岛 愤怒的他一把点燃了火 一股浓烟直冲云霄 他不知道的是 这很容易暴露他的位置 回到屋内 小鹿的气还没消 他躺在床上 无意间发现了父亲留下的地图 上面还标记着一个爱心 根据图纸的指引 小鹿发现一棵画着星形的大树 在大树底下挖出了一个铁盒子 可铁盒子摔不破也敲不烂 小鹿突然想到 自己脖子上一直挂着的项链 他拿出项链上的小钥匙 胡乱扭了几下 没想到神秘的盒子竟真的被打开了